事情大了 麻烦大了 一个一个的来看 这些细节我跟你讲在绿媒都没有 你今天如果看绿营的媒体你就觉得风平浪静 一切安好 啥都没有发生 是吗 真实的事件在这里 这些都已经是官宣 都已经是不答 都已经是有画面 有影片 有事实的 什么意涵 昨天福建海警舰艇编队 昨天一开始我们节目就讲了 编队 编队的概念 然后丽将军也说了 大陆什么没有 这个船又多又大 对不对 尤其是他们的海警 舰艇编队在金门海域执法 然后还发布了视频 今天更进一步的是 有视频 有声音 有影像 甚至还做了一些精美的剪接宣传 那当然说大陆在打宣传 是打宣传没有错 但是的确是有这个事实 发布这个图当中 你注意到有些细节 除了福建海警的14608件之外 还有大陆海警第二局的2022还有2023 所以难怪一个是五马编号 一个是四马编号 五马编号的是属于福建海警 那四马编号 2202还有22203是直接属于这个中国海警 他们都直接穿越了所谓的金门禁止水域线 有没有 也就是我们之前预想的嘛 就是禁止水域线 因为一开始我发现就说你越界 这个大家就讲我们的来宾都说这两个字不要讲 你不要讲越界它就是个意外 它就是个伤害事件 我们从司法从赔偿来看 你要把它升高到主权问题 升高到政治问题 那么就是我要回收了 对于大陆来讲 所以一开始就丢出了越界 然后所以引出大陆国台班立刻讲 禁止水域线不存在 哪有什么界不界 对不对 在中国大陆来讲一个中国嘛 就是一个中国 对不对 所以没有越界这回事 但是这个头是我方所起的 因为一开始就把它拉高到一个主权的问题 越界侵犯了我们的权利 所以呢 这次来就很不一般哦 14号发生翻覆事件 到了25号 有没有 你就注意到大陆的讯息里面特别强调 不但是来 而且穿越了金门禁止水域线 实际的行动告诉你 没有这条线 我都过了 我不但来 而且我直接越过啊 哪来这条线 这就是行动支持它的诉求 然后呢 跟台方的海巡船双方对峙 距离只有1.9海里 所以在这个很短短的描述当中 我们会接到了几个讯息 第一个 双方对峙 我们的海巡 它们的海警双方对峙 但当然在海上很现实啦 比的就是谁多嘛 谁大嘛 那这一点呢 就不用我讲 大家自己知道 那第二个就是强调 穿越这条线 一来来三艘 每一艘都给你穿越 所以呢 你的禁止水域线 就是直接打脸啊 国台办第一时间就讲了 没有禁止水域线 大家还说 我方还说 怎么会没有 对不对啊 讲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动作最重要 我直接用动作给你看 到底有没有这条线 然后呢 为了一段影片 这个影片时间不长 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稍后有时间 我就再度播出一次 这是大陆海警所释放出来的影片 告诉你啊 他们真的来了 有图有真相 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现场的喊话 不但有国语 稍后还有门南语 好 大家看到没有 当这个影片比我们所揭露的 要稍微再长一点 当然他们有很多自己剪接的一些片段 从这个画面中你看到 当然它是一个紧张感 对不对啊 非常认真严肃地看待这个事情 不是一般的巡航到此一游而已 当然这是剪接的画面 那第二个呢 你注意到了吗 这次是双语广播 不但有国语 还有门南语 这算不算是一个贴心的举措 但是就生怕你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你看到今天大陆所有相关的公众号 大陆的海警啊 这个福建的海警啊等等 还有包括这个余政单位啊 全部几乎是同一时间发布 同一时间发布啊 所以这个强度你是不是立刻感受到了 那个压力 那个强度啊 我们的政府有感受到了吗 还是烂碗报把这个事实丢 都给你看一下 好这个影片没关系 稍后我们在来宾讲解的时候 还会放在中间那个框里面 事实上很多画面细节啊 大陆就是这样 做事蛮谨慎蛮细腻的 很多他们所公布的图 公布的影片里面都会藏一些 怎么讲啊细节 那懂的人看得懂就知道 这个事情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我们先进广告 稍后从丽将军 从他的军事角度 我们先来开始谈 好不但有动态的影片 还有这个细节的图 大陆也是一一截图 然后把箭头标起来 把这个文字标起来 给大家看一下 那环球时报大陆的官媒 特别强调 这个146动8舰呢 还跟金门岛同框 刻意地用台语广播 用望远镜看金门岛屿 什么意思 就表示有多近啊 非常近啊 才会肉眼可见嘛 然后这个五方的海巡船也在 所以这就是一个对峙的场面 李将军 我想这个影片里面 有几点 大概就我看得出来 那个山头是大午山 大午山 金门的大午山 金门的每个角落 李将军再熟不过了 对然后我再跟你讲 他从这个角度过去来讲 他不是从厦门拍的 厦门的话更近 厦门跟这个金门之间 他那个中间还有一个私域 那是我们的部队有驻军在那个地方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我怀疑 我只能说就是在廖罗湾的外海在做巡益 那影响就很大了 那我们怎么运捕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听他那个口音 你会不会觉得跟台湾的 话的口音不太一样 它是金门口音 就是他用金门人去跟金门人喊话 给金门听 对不对 其实金门里面像这种海军署 很多人是金门的 他就在那边金门就地扶 扶这个当海巡的队员 就近比较扶比较近 他不是从台湾调过去的 所以他喊这个话 就是用湘音喊给湘音听 老乡不要干 我们自己是一家人 你不要 所以他的那种 他的这种米兰语是带着金门口音的 对 你听他讲话那种口音 那台湾口音 跟厢门口音是一样的 对 他们就是 他们是一起的口音 对对对 惊吓口音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他那个台湾口音 跟我们台湾的不太一样 他是金门口音 他是金门口音 他就是喊给金门人听的 那个我在金门待了那么久 所以他的口音跟台湾是不太一样 他特殊的他们这个 其实台湾有分漳州泉州 很多地方的口音都不太一样 那我一听听得出来 像澎湖的口音又跟他们又不一样 都是台湾话 但很明显的代表说 他这条船的含义 我不敢说百分之百确定 但是绝对不是从下面那个角度过来的 他是不是在从廖楼湾那个角度过来 如果从在廖楼湾外海巡异来讲的话 对我们来讲影响就很大 以后你怎么运捕金门 他等于把你金门 这个我们经常讲说封锁 或者是说隔离 把你这个做一个隔离封锁 对来这个有几张图片 来导播一个一个丢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大陆方所做的一些图 他把这个我们看到标出来 这个台湾强调的禁制水域线等等 然后当时我们台湾海巡是PP3577船 而中国海警是14513船 另外还有这个14628 然后有没有中国海警的2203船 直接穿越禁制水域线 还生怕台湾没有关注到这个细节 做了一张图把它标出来 来再来 所以我讲没错 他那个奥进去金门奥进去那块 就是廖罗湾 没错 所以他是从这个金门外海的水域来标到 那廖罗湾我们这个金门运捕的船 是都停在廖罗湾的码头 所以他现在在这个地方巡逻来讲的话 对我们运捕来讲的话意义很深 所以大家看到他把距离也标出来给你有没有 当时跟我方的海巡船 这个PP3577 双方相距只有1.9海里 1.9海里不到不到4公里 那在他的37厘米的舰炮射程之内 就是说他如果说那个海警团 他就是说我今天如果说要用舰炮打你的话 我就就可以攻击你了 这个距离是非常近的 所以我觉得这次来讲 这个解放军他们做这个图都 你可以说他很用心 但是他里面的含义你必须要看得懂 还有一张是不是 导播还有一张吗 对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146栋8船 也是特别写直接穿越静置水域信 他还把每一艘船 有穿越单独标出来 穿越静置水域现在对他来讲 对我们来讲意义不大了 意义比较大是他要 他是不是这种图表示出来 他就是可以封锁金门 意思是这个样子 因为你看那个地方就是廖罗湾 我们所有运捕的船只都是在廖罗湾 码头那边下来 那另外一个绿色那个点 就是金门岛的这个 对这个叫水头码头 也是金门很重要一个 跟小三通的一个码头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是不是觉得说 我们金门大概就已经在它封锁 或者是你也可以说隔离了 对当然就是从军事的角度来看 你说什么封锁金门 或是把它隔离或是包围 当然从军事角度来看 那当然从政治角度来看 还是就是就像中线没了 对不对 这个金字水域线没了 你讲什么我就没收什么 基本上是这个概念 我还是要问一下立将军 你看到他特别强调 像比方说这个吴马的 14608是属于这个福建海警局 那但是2023是属于这个中国海警 这个有什么意义上的差别 为什么两边都要派 然后不止 然后余政单位不是也派了吗 你看到这个 然后农业部也特别宣布 当然同一回事 农业部也特别强调 由福建余业调派了两艘余政执法 事实上这个讯息烙碗报昨天第一时间接到之后就第一时间纰漏 在今夏海域展开了渔业执法 所以不只是有这个大陆 有这个福建海警 有中国海警 然后这个余政单位出动 然后农业农业部也特别强调这个事情 他这个五个码的边是14代表是福建 那比如说22可能是山东或者是辽宁 他是地方 前面是神马 他这地方就有自己地方的海警船 然后四个数字的是中央的这种海警船 那更大 2202第二个数字 第二个数字代表他吨位级2 如果哪天你看到是24的话就代表4000吨来的 6的话就代表6000吨来的 所以他这个0的话是代表1000吨以下 他们这个边这个船舰 那2202是代表他2000吨这个第二艘 02第二艘 那14608代表是福建的第八艘的海警船 所以他这个边是这样来是有他道理 那我特别要讲就是他这个 他本来 我觉得解放军大陆来比我们懂得怎么样运用海权 因为海权一开始如果说你提升到军事对抗 用海军来讲的话 那就是没有谈判的空间了 那如果说我用灰色地带来讲的话 我用海景海间或甚至于在更低一层 用余震来讲的话争夺海权来讲的话 不会一下提高到军事对抗 那双方来讲就有很多的空间 那老共现在的这种海景 他很清楚 他一直在发展这种水上灰色空间 来争取海上的这个海权的夺取 所以你知道他现在海景船 美国为什么那么怕 他日本跟美国两个国家加起来的海景船 还没有他一个国家的盾位多 对不对 那大的话更不要讲他上万顿的 我上次有讲过 包括破冰船他都把它改成海景船 那另外你看他这个海景船 都是用军舰改装的 军舰改装他只是把他把飞弹拆掉而已 我飞弹拆掉 但是发射飞弹的装备我还在 就雷达或者是说这个水下的声 这些东西他都还在 他可以A色B岛 他反正我出去 现在海景船 老共的海景船最远已经到达国际患之线 到珍珠港那边去 那你不能去 美国你不能拿他任何 他不是军舰 我只是海景船 我可以说我到那边去 维护我海上渔民作业的安全 或者海上救难 海上资源 事实上他就是去探路 就是为他将来 这个海军往这个太平洋 这个珍珠港那边发展 先去探测海洋底下的一个动态 先去摸清楚这种路线 对所以丽将军 看到这个态势 你觉得呢 14号发生意外 到现在到25号这一天 就昨天 已经11天了 现在这个情势在这里吧 紧张情势一下子拉高 你觉得还是这样麻烦大了吗 真的是麻烦大 今天变成什么 我觉得赖兴德讲一讲 讲抗中保台 你现在是不是 你不要说保台了 你连你保住 这种海上的权力都保不住 最好线都保不住啊 你面子也保不住了 你现在里子也保不住 现在问题关键在哪里 他们要求的 我们讲第一个赔偿 钱是小事了 750万 其实不是大钱 对不对 关键是要赔 要道歉 那我现在问你谁道歉 认错 不是 谁道歉 是叫这个庭长来道歉吗 还是这个海军署署长来道歉 现在可能叫海军署长道歉 立将军想太多了 可能目前 在这个民进党的选项 就没有道歉 你真的想太多了 没有道歉就为止 你叫建长道歉的话 建长会不会法办 就表示说你做错事 那建长好像不服气 所以为什么会有吹哨者出来 那如果说是提升到网友 曾经道歉的话 那就代表国歌 你不在理着没有了 面子也没有了 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说的 如果一开始 他就认为 就是一个海上的意外 当然意外会有对错的问题 会有赔偿的问题 就责道歉 顺理成章 大家都处理过 各式各样的意外 但一开始 我方讲的就是越界 有没有 越界蛇行三无 尤其是越界的部分 一下子就把这个意外 拉到了主权问题上 所以就说 他就从一个意外事件 或是说这个 一下子变成了 你知道 就是你知道 对于民进党来讲 当然就是国与国嘛 对不对 国与国啊 这是侵犯我国的主权 所以这个动作 国台办讲完之后呢 具体的行动支撑 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 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 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心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